为让退休教师及教学志工的热情延续到偏乡学校 教育部长潘文忠 23日访试二林镇香田国小教学换速计划推动情形 副县长陈善报与全国参与105学年度 事半计划的学校代表 共同号召全国的教学志工及退休老师加入偏乡服务行列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计划的推展 有更多的资源到偏乡来 缩短成乡的差距 让乡下的小孩有机会接触到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活动 透过这么多热心的教学志工到香田国小来 真的可以看得到四五十位小朋友 因为有这些热心老师的投入 带来非常多 这个可能在他们课程上 或是原来的老师 可能没有的这些专长呢 能够让学生扩大了这个学习的机会 那也看到孩子学习的这样的成果跟培养那份自信 我想这个对我们偏远地区的学校学生而言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学习 香田国小自104学年度起开办 偏远地区国民中小学教学换速示范计划 透过陆乐偏乡教育群众募集平台成功招募六位志工老师 为学生带来丰富的学习课程 办理全校生活教育部赞赏与肯定 那我们想借由我们香田的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全国的志工 来加入我们学校教学的行列 那让学生能够有更多事性多元的学习 所以那我们将来会跟其他将很多的企业合作 所以很多企业也相对来好好体验 所以我们插秧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来 像今年就有高雄民中高雄中学 阳明大学台大学 那个林彦人叫做带一堆 跟我们一起插秧 本学期在提供农事体验 攀树烘培等课程 为学生建构多元丰富的学习内容 欢迎有意愿的教学志工及退休老师 上网参阅搜寻 陆乐偏乡教育群众募集平台 公益频道张华宇20采访报导